这里是台铁的新左营车站 而旁边有一个自小客车的车道 往上可以到高铁左营站 这个车道实际开过一遍 就会知道一开始陡坡上去 经过转角的时候 对不少驾驶来说 简直是技术大考验 像是这辆白色自小客车 转弯的角度没抓好 太靠边边 轮胎卡到一旁的水泥块 驾驶还得停下来 重新调整角度才能再开 非常难开 第一次开的时候 一定会卡到旁边的柱子 遇到那种新手驾驶 比较会去卡到的 有名帐户在脸书上段发文 为什么开车上四楼接送区域的 这条路这么窄 都不怕发生事故造成回堵吗 有不少开过的人有同感 只有小型车好开 设计有问题 看旁边的擦痕 就知道有多少车子擦中过 都磨墙壁上去 设计确实有问题 太窄弯到角度太大 认为是最难开的车道 设计不良 那个道路太小了 你车再大一点一定会卡到 实际开一趟 这个车速限速10公里 过弯的速度又更慢 而这个自小客车车道 因为就位在台铁高铁的旁边 车流量很大 转弯处还有加强防撞 主管机关表示 高铁左营站停车场 是在94年10月就完工了 当时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 斜坡道的转弯处 宽度是符合建筑技术的规定 所以在车道是有这个提醒警语 而有经验的小黄司机 则是建议驾驶人 在这里要放慢速度 方向盘不要一下子打到底 就不会像这位驾驶这样 轮胎卡到边转不过去 三连轩黄奇超和正凤 高雄报道 小黄机帧 正教 Schüler 正教圈